6月6日,2019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 即礼拜屈原仪式在湖北紫桂县屈原祠逛场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屈士后裔及各界人士出席 上午八十许,开幕式正式开始 嘉宾代表依次进县花篮和兰草 屈士后裔抛洒花瓣 随后,全场万余民众行居公礼,缅怀先贤 礼拜仪式结束后,传统即将仪式开始 龙舟汉子高举龙头,一路急奔至江边,将龙头装上船身 龙舟依次离岸向水中央划去,围着江心绕圈盘旋 召唤屈原的魂魄回归故里 随后,传统龙舟赛名罗开赛 选手们随着鼓声节奏挠奖飞舞 岸边观众为选手擂鼓呐喊 他客死他乡 我们都呼唤他回到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们一定要举行隆重的祭祀 游江招魂的仪式 招他的精神,他的家国情怀回到家乡 紫龟是屈原故乡 2000多年来,当地为纪念屈原形成了独特的端午习俗 2009年,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入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了解,围绕屈原文化 台湾与湖北紫龟两地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截至目前,台湾和紫龟累计有4000多人参加了 形式多样的屈原文化交流活动 两地在农业、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屈原的文化活动节 感觉很壮观 这个文化是一定要持续下去 我们台湾每年端午节都有龙洲竞赛 都是怀念屈原的 所以这个两岸一定要把这个文化持续到 此次屈原故里端午节以我们的端午世界的节日为主题 安排了美食文化交流 飞翼文化传承展示及体验等一系列特色鲜明 内容丰富新式新颖的活动 开幕式前 紫龟9478名民众齐包粽子 创造了最多人包粽子吉尼斯世界纪录 请不吝点赞订阅